最近马荣好友小小的比赛微博爆料,王宝强成法院被执行人,于8月10日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。 当时很多网友都以为,王宝强可能是经纪就一份,和宝益荣影业股份之情权案有关,此前马荣起诉要求查账,他自认自己还是宝益荣影业的股东,但是却看不到财务状况,所以马荣才起诉。 事实上马荣和王宝强宝益荣影业的官司,是在华柔区法院进行审理,而王宝强被列入被执行人名单,去北京朝阳法院宣布的,而王宝强和马荣的离婚案,是在北京朝阳法院审理,所以很多网友都怀疑他们离婚案有了新进展,此前还有网友爆料,王宝强已经从马荣身边带着儿子和女儿,马荣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了。 马荣过生日的时候,也是孤身一员,身边没有儿女陪同,坏作以前,马荣一定是高调秀儿女,在身边的幸福感,刺激王宝强的。 所以也可以解释,王宝强,为什么会登上法院被执行人名单,因为女儿归马荣抚养,王宝强一定带走了,马荣还向法院起诉,要求王宝强归还女儿抚养权,王宝强不履行,才会成为法院被执行人。 昨天也有网友偶遇王宝强带着一双儿女去看话剧冰上鲜鹅扶,据悉王宝强是自己买票,非常低调,身边还有一位身材高调的美女,王宝强有了些恋情了。 不过王宝强和马荣已经离婚,两年前就关系破裂,王宝强有些女友也是人之常情。 照片中,她戴着棒球帽和口罩,包括严氏,没有几个人认出她来,王宝还趁因为两个孩子喜欢毛荣玩具小兔子,所以王宝强就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个。 王宝强一次先恋情曝光后,网友也纷纷送上祝福,宝宝加油,祝幸福,忘了满容。 宝强振作起来,好好拍戏,两口子的事情,希望他们离婚后各自安好吧。 脸则真名,文中图片引用至网络,如有版权方形联系删除。 CM的脸则真名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。